各位觀眾,感謝持續收看 齊哥、達哥、其他這一家 那今天是... 今天是2020 9月17號 今天星期四,星期四的晚上 那今天還是感謝各位的持續收看 記得訂閱、點讚、點分享 那昨天發生藝人的一個小鬼 小鬼滑倒 所以說,大家全藝人界還有我們一般社會新聞全部在報導他的事情 連CNN都有在報導 那昨天大概有分享一下 各位觀眾可以看到,今年度蠻多事情發生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小鬼搜尋度到200萬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鏡頭 搜索已經到200萬了 那我們重新整理一下,看他的搜索會怎麼變化 好,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剛剛在看的話,新聞第一條的話 生活期哥每天都會找一則新聞來講 那今天要講的是PS5 那第二個是地震 地震之前,生活期哥有常跟各位朋友做分享 偶爾還是要稍微關心一下 目前地震的一個狀況 那也要注意是否會有大地震 那目前的話都是還好,都是一些影響而已 那第三個的話是GoPro的HERO9 很可怕,GoPro的攝影機真的也蠻貴的 各位觀眾如果有看都上萬元以上 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 那9man好像也有拍個影片是RTX3080 這顯示卡 那還有李登輝,還有等等的一些相關新聞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點擊進來做個參考 那我們看PS4的話,因為它有預購 預購,所以9月18日開始預購 那我們來看一下新聞 那底下都有做連擊 第一個連擊的話我們先看一下 在3C的新報這邊 3C新報這邊有一個分享 雙機售價499、399美元 它有兩個機型 那11月12號全球陸續發售 陸續發售,那這邊有圖片 圖片這邊是寫PS5的5代 還有一個是PSPS5的另外一版 更高,應該是低階版吧 低階版比較便宜 那我們就看一下 全球玩家們苦後許久 次世代的主機PS5 雙版本發售資訊 總算揭露,1小時 Sony互動的網址在剛剛的線上發表會宣布 PS的標準版售價為499 數位版為399 所以它便宜的還是數位版 11月12日 於7個地區首波推出 11月19全球發售 那預計於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墨西哥、澳洲、紐西蘭和南韓等地首發 其他地區包含台灣則將於11月19日開賣 那台灣目前和發售資訊還沒公佈 以雙期定價499和399換算 標準版則的台幣14700塊 數位版則台幣11700塊 那參考Xbox的新規價格 標準版的Xbox售價為499 再來售價15380元 數位版的Xbox是299 售價新台幣9480元 那推測PS5的標準版那台售價應該不會低於1.5萬 數位版則是在1.2萬元 因為有時候換算還有關稅 還有進來台灣的一些貨物稅等等等等 會不會影響到這些價格 那就看廠商他們怎麼去揮畫這一塊 那它下面有蠻多一個新的 新的一些那個遊戲畫面 展示畫面 還有它的一些規格 規格 規格這邊的話 因為數位版是沒有光碟機的 因為它是數位版不需要光碟 那差異的話還有尺寸 這邊都有個表還有重量 數位版輕了1公斤 沒有 輕了0.6公斤 等於輕了半公斤 那它的差異其他都差不多 那有興趣的玩家可以點擊進來看一下 那PlayStation5的配備啊 新款無限的控制器啊 以全新觸感回饋 自視硬板機功能 強化遊戲沉浸感 操作感受更逼真 而且 負臨場感 這邊第一條新聞都有相關的一些訊息 那斯瓦奇哥剛剛在想到說 其實還有兩個新聞要講 我們先看一下 那維基百科你去查一下也有一個 PlayStation PlayStation這邊有個說明 那這邊有寫了很多版本 從 從它的第一代的內容 第二代的內容 第三代的內容 因為我剛剛找了一回 找不到它的一些相關訊息 那這邊是有講說 是由Sony互動娛樂創立開發 那維基百科有相關一些 掌上型遊戲機的一些說明 它分1 2 3 4 5 讓各位玩家去玩 那從最早以前我玩過的是 1 1的話 光碟片在台灣曾經都有做一些盜版遊戲 那時候應該蠻多玩家有在收藏的 那再來PlayStation 2 一直改版到3 3之後因為 次世代的電腦啦 手機啦 平板慢慢的一些出現之後 所以我個人覺得 3 4 5的 3 4的一些PlayStation 比較不會像4場上 那麼熱烈 那4的話是有連到連機 網路等等的相關訊息 才慢慢的延伸出來 才會讓5炒作那麼兇 那前陣子也有在賣 新聞也有在賣那個 悠悠卡 悠悠卡你也知道 可以 讓大家去做 腳踏車 買東西 等等的悠悠卡的功能 但是它又有回饋性的震動 所以大家搶著樂購去買 那也是讓一波而炒作出一些 讓更多人想要知道 PlayStation 5是怎麼了 那第二段新聞是新頭殼 New Talk新聞 它這邊也是有一個報導 那它有一個PS5懶人包 懶人包 有些玩家會想 啊什麼叫懶人包 懶人包就是幫你整合成一個內容 讓你一次看完 不需要找那麼多東西 就跟生活奇哥帶分享一樣 生活奇哥帶分享這邊也是找一些 大家在追蹤的一些畫面 不然你找個PlayStation 5吧 PS5你可能找很久 天啊哪時候預購 哪時候買怎麼樣預購啊 等哪時候來價格啊 對不對 這邊都已經有幫你說明了 那我們剛剛有講的嘛 它光碟機就是499.99美元 那它是以摺合 127台幣算 所以它剛剛還有算到15000多 因為我剛剛就講了 貨物稅等等的相關的資訊 如果說你有調進來台灣 就有貨物稅等等的相關問題 怎麼說它的價格 就是看廠商怎麼去規劃這個價格 那光碟片一定很貴 就跟現在的Switch一樣 Switch各位如果有買過的話應該知道 一片遊戲700到1300、1400都有 但是以前你可以想想看 有破解的時候很可怕 一片100塊 所以我們現在尊重財產權 所以很多東西都開始往正版方向去發展 而它數位版的話 就跟我們現在玩Online Game一樣 各位觀眾朋友如果有玩過一些Online Game可以發生 發現到說現在的手機阿 你只要打開手機 好多遊戲可以玩 但是也有課金的 課金就是說 看你要儲值阿 你要怎麼樣去做阿 對不對 要抖多少錢阿 或跟人家比賽阿 都是人家講的 叫做儲值 儲值去玩樂 那 就造成說現在的一個市場 市場的一個競爭 各位觀眾如果有在注意看的話 市場競爭上越來越多種的一個選擇 就像我剛剛有講 PlayStation5出阿 還有Xbox Xbox出阿 又影響到很多 Xbox又有光碟版的跟 光碟版的跟那個 數位版 那數位版的話就是像我們現在Online Game 我們現在線上遊戲 你只要找到 你想玩的或聽說的 就可以去找相關網頁來玩樂 都是免費 就像英雄聯盟到現在 也有人不儲值 就是一直打 一直打 對不對 那有些人就是會儲值 買造型 買一些花樣阿 讓人家覺得說很絢麗 對不對 都有阿 所以就是看你怎麼去玩樂 那第二段新聞這邊有講它的一個規格 CPU GPU來處理4K 這也是我之前跟各位朋友分享的 未來的4K 就像我們以前講的2D 3D 再來4D 再來4K 的畫質 一般現在看得到的話都是1080 像聖火奇哥現在用的鏡頭就是1080 那未來的話 進展到4K 你就知道畫質差到多少 就像我前陣子跟各位朋友講說 我現在換成4K的畫面 那我在直播的時候 它的畫面的顯示 它就會變得不一樣 所以我上次也調整過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是蠻正常的 只是怕輸出端在歐洲 OBS上會不會有壓縮 還要找時間再來研究研究 那第二段新聞 大概這邊也有講一些新的遊戲 還有它的影片 有興趣的玩家都可以進來點擊 他已經幫你做好懶人包的連結了 你可以直接點進去去欣賞說 它未來要出的一些新遊戲 新內容 你可以先享受它的一個畫面 那一般的畫面 它應該都會設定到4K 如果你的畫面有到4K 你可以享受4K的一個享受 記得點下面網址去試試看 那生活期歌待會再去試 第三段新聞就是中央通訊社 連中央通訊社也有重點新聞在報導遊戲 本來以為是講政治的 沒有 它有即時政治國際兩岸財經證券 還有科技、生活、社會、地方、文化、運動、娛樂、閱讀、專題、影音、訊息 各位觀眾這邊就有很多訊息了 那從這邊又可以連結到更多的新聞來充實這個知識 讓你學得更多 那一樣講11月12號全球陸續開賣 這邊都會講價格還有它的圖片 應該大家都會用這張圖吧 PlayStation總公司的 那因為現在疫情影響的 很多人都在經濟都在家裡玩遊戲 所以影音遊戲跟手遊會促進了很多的一個銷售 等於說你未來玩這個遊戲就是要去儲值 像我剛剛看館長的直播 他昨天晚上那個直播 有講他花了手遊十幾萬塊 因為一直被打嘛 對不對 你說實在的你就要儲值嘛 儲值就去跟人家競賽嘛 那也沒有說花那十萬塊是浪費 其實錢花在對的地方 你會覺得很有用 就像我們以前有認識做生意的 他說每次去喝個酒就花個十幾萬 那為了做生意嗎 不一定啊 對有的是為了快樂有的為了應酬 那現在很多人都會把它改成說 玩遊戲 玩手機 玩手遊 反正都是在花嘛 那你花在手機上的一個儲值 它還是有價值在 所以到後來有些人都會去賣 他的帳號 賣一些裡面的物品 就是做交易 那在今天講到PlayStation 我就會想到說很多種的一個遊戲 從以前到現在真的玩過太多了 尤其現在還有任天堂快閃電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有興趣可以去研究 任天堂快閃電 它就是從舊本的任天堂那裡去玩樂 讓你去享受說 在七十幾年八幾年那時候有什麼遊戲好玩 你會覺得這樣子能玩嗎 就跟生活奇哥在遊戲搶匪的頻道玩Minecraft一樣 Minecraft人家也覺得說那是點正式遊戲有什麼好玩 但是 它就是跟樂高很像 發揮你的創意去建築你的東西 所以我常跟玩家講 有興趣可以買一個遊戲 800塊玩到現在 對不對 你就不用擔心說沒有遊戲好玩 那這邊有講的嘛 它的售價為500塊美元而沒有附光碟機 而在現場下載數位版 我們就是遊戲軟體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所以你在這邊看的話 它這邊有很多的一些相關訊息 那它之前就有人在虧了 像一座深色高塔 兩邊包覆白色外殼 像是半開的半個版 那微軟上週也宣布Xbox機 也是11月10號 Xbox 它也是蠻競爭的 從之前也有做動態跳舞等等的 如果有興趣的玩家 都可以上網去參考參考 那生活棋哥在這邊 還是跟各位常常做個分享就是 我每天都會找一則新聞來做分享 那也是要感謝各位持續的收看 讓我可以學習的念新聞 來念一些稿子 讓自己口條更好 那也可以讓自己學習到更多 尤其說到PS5 會想到以前當初在 收集遊戲片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很好玩 你一片一百塊兩百塊一直收集 收集到一百片兩百片三百片 但是你說要玩嗎 真的沒時間玩 就跟生活棋哥一樣 我每天上班下班回來 就是跟各位朋友聊聊天 說說話 遊戲搶匪那邊大家就去玩一玩 讓各位朋友知道說 我們的現在有什麼樣的可以聊的東西 那到最後還是要跟各位說 感謝您的收看 記得訂閱點讚點分享 那今天生活棋哥的PS5分享就到這邊 那有什麼想說想聊想問 都可以在底下做留言 那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謝謝你們 掰掰 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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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